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聊音乐 不知不觉又来到年底了 不知道大家现在 有没有很有那种圣诞节 走在路上都有看到圣诞树 然后去超市买菜 都会听到圣诞歌的 是有那么一些圣诞节的氛围 已经开始了 开始看到漂亮的圣诞树 所以你们那边应该 非常非常浓厚的氛围吧 尤其就是在欧洲 对 我这边我觉得 有一种就是更慵懒 尤其是cozy啦 就是大家更回归到 想要在家里面啊 然后有各种的吊试啊 那你觉得圣诞节 对于当地人的意义是怎么样 其实很像美国的感恩节这样子 就是有family 家庭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 很特别的一个节日 其实我看到很多那个 圣诞的阅历啊 我觉得这个好像 以前在台湾或美国 比较少看到 就是常常会有很多种的 倒数月日 有那个倒数的 倒数12天或倒数一个月 对 倒数一个月啦 24天 24天 对对对对对 嗯 因为是25号是圣诞节 所以倒数24天 对 每过一天你就可以像搓搓乐一样 然后就是搓开那个洞 你就可能会得到一个巧克力啊 还是不同的主题的那种倒数日历 你就会得到不同的东西 对 但很好玩很好玩 其实圣诞节最大就是宗教的意义嘛 有些人会上教堂啊 然后再就是家庭的团圆 然后呢 其实这个搓搓乐月历来讲 很多商人他们早在9月10月 就开始卖这个月历 就是它是年度一次的 就是要拍卖的感觉 因为大家都会趁圣诞节 有拿到圣诞奖金 然后去大采购一番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圣诞节不只是宗教而已 像不同国家来的人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圣诞节很有意义 可是并不是宗教上面的意义 对不对 对看人啦 所以对于你来说咧 你有感觉到吗 毕竟你在国外已经这么多年了 圣诞节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特别的 对我来讲我并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 所以倒是还好 但是我身旁 所有的人都会开始会圣诞节做准备 像是职能治疗师 他们11月开始就开始采购一些什么缎带啊 什么圣诞树的一些媒材 然后让个案有可能就是DIY圣诞树啊之类的 整体的气氛也是走在街上就看到很多那个灯啊 什么装饰品就会看到 所以大环境的气氛其实就和影响很大 影响到医院里面也是圣诞树摆出来了 儿童医院前几天还有圣诞老人来发奖品 然后像是非常多个案来都就指定说要想谈 要唱圣诞歌之类的 不过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很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嘛 圣诞节并不是我们从小到大会那样子过的宗教性节日 所以应该说我们可以带入的就是 其实对于很多其他地方来的 就是圣诞节比如说犹太人也是 对于他们来讲 圣诞节并不是那样的节日 那其实他们不会像这种主流文化的 这种宗教性的这种节日去庆祝他 他们并不会唱很多关于耶稣啊 还是关于什么玛利亚这样子的内容的歌曲这样子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在圣诞节或这种很大的节庆 其实要带入更多的不同的意义 其实是蛮重要的 因为还有那么一大群人 其实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庆祝这样子的节日 因为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还真的有 就是有犹太教的家庭 然后他们家是禁止谈圣诞歌的 对啊他们不过圣诞节啊 他们就是不过圣诞节对 对啊他们不相信这件事情啊 那像我其实也不对我来说 我知道我自己对圣诞节的这种感觉 或姨姨跟我身旁的这些美国人 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我也理解 可是那种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慢慢的对于我来说 我感觉到这就是一个可以团聚的一个时刻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游子嘛 或者如果你之前在外面的话 其实就是有机会跟好朋友一起 好好一起放假的时刻 然后可能一起煮菜啊 然后或者交换礼物啊 然后或者聊聊一整年过得怎么样啊 之类的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表达感谢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会 大家会送出圣诞卡片嘛 对不对 嗯还有礼物 嗯嗯嗯 所以我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也都 以前工作啦 就是常常会收到一些家庭 因为我是跟家庭工作嘛 所以就是有些家长啊 他们就也会写一张卡片给我 然后加上他们全家的照片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节日就是一个 很可以好好的 好好的来表达感谢的一个一个节日 对 我这礼拜也收到了一盒巧克力 嗯 是不是 这边常常就是巧克力为患 非常多巧克力来巧克力吃 也是一个惊喜的节日 你不觉得吗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就会 开始互相送礼啊 送卡片啊 就会 然后每天都有一点小惊喜 或者说聚餐啊 对不对 其实是蛮开心的 然后因为在这边的话呢 德国大部分的公司都是11月底 会发圣诞节奖金 所以大人也开心 发了奖金然后 可能就要开始买礼物了 对 所以才11月发 让你准备12月过节了这样子 对 这样礼物要订的时候 这时候还送得到 嗯 对 那我们刚刚聊了一下 关于圣诞节在 比较包容一点的这种 内涵上面的讨论之后呢 就要来聊聊 Zoe 身为一个台湾人 你在德国 你要怎么样做 关于圣诞节的音乐介入呢 其实我觉得 对于音乐治疗室来讲 音乐能带的活动就很多了耶 跟其他专业比起来 有很多圣诞歌啊 可是这时候 圣诞歌要仔细选哦 对啊 就是不同对象的 圣诞歌要仔细选 嗯 对 所以就是要看 你的族群是什么 然后你想要达到 怎么样的目标 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活动 然后不一样的 圣诞歌曲这样子 其实我发现 像这种过节的时候 另外一个效果就是 特别会有四香病 啊对 就是住院的都想回家 没错没错 我觉得有时候过节 最棘手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部分 那就想要出院回家过节 或者说他们会觉得说 啊我很遗憾我今年 可能不能见到谁之类的 或者说我很想念谁 就是这时候 比较敏感一点的话题啦 对 对 或者没办法跟家人过 对啊 这一群人才真的是 这种时候特别需要支持的 那我就来讲讲看好了 我这一个多十二月 这一个多月以来 在做哪些事情 就有不同的活动 然后配对到不同的目标 还有族群这样子 好啊 首先 那第一个活动呢 我就要讲 这其实非常经典 就是圣诞歌的Bingo啦 那其实 有点像那个猜歌 猜歌的活动 是吗 对对 Name the tune 就是猜歌 然后 然后就印在这样子上面有Bingo 然后 歌人就要连线 就是 听是什么曲子 然后连线这样子 其实这个活动呢 特别特别适合 就是比较失智症的长辈啦 这些歌词的 歌的选择 都要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经典的 儿歌啊 或圣诞歌这些 然后对于青少年来讲 他们可能会觉得太无聊 就是不酷这样子 所以 比较经典一些歌呢 这个活动 我就是比较放在 失智症的长辈上面 然后 他们就可以 透过猜歌 然后呢 来维持他的认知功能 然后想想看 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是什么 然后 你是让他们猜歌名 还是接唱歌词 其实都可以 但是我现在不准唱歌 所以就是只有猜歌名 哦 了解 对 OK 猜歌名 然后玩圣诞歌 Bingo 然后这就是一个 呃 对 长辈很好的活动介入啦 嗯 OK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要分享的就是 呃 在团体里面的圣诞歌演奏 那其实呢 我做这个活动的目标 比较是针对于就是 比如说四到五人的小团体 然后看看 在青少年里面之间的团体动力是如何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哦 就是我现在做了很多青少年的个案嘛 那其实 他们蛮多都酷酷的不讲话 对不对 嗯 然后碰到大人 都不太讲话 都 就 你自能省就省 就嗯 好 就是你问他你今天过得好吗 今天怎么样 他们就说 嗯 可以啦 好 这样子 都是 很多个案就是神话一哥 神话一姐 很酷很省 对 对 神话的 但是哦 他们彼此之间 话又很多耶 就是 他就是不要跟大人聊天 对 他们就是不跟大人聊天 跟谁聊天都好 只要跟同才讲话 对 就是不要跟大人讲话 就是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演奏圣诞歌啊 就很有趣 可以偷偷观察 谁跟谁是好朋友 然后谁可能偷偷爱慕着谁 这样子 就是观察这个青少年小组之间的团体动力 嗯哼哼 然后呢 嗯 再看看这个个案 他面对大人 或面对同才之间 他表现出来怎么样不一样的行为 因为有些比如说Borderline 就是边缘性能格 对对对 像比较这样子的个案 他面对不一样的人 他也会表现出不一样的行为举止 比如说他在unit的时候啊 护理师就观察到 他其实都很反抗护理师 他就是护理师说什么 他就不愿意配合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个案 把他放到团体里面去看 哎 他其实有时候会 又特别照顾某一样的团体的成员呢 就是这样的性格就真的是 很有趣 面对不一样的人 还有不一样的行为表现 这个他的诊断有关系吗 有时候其实也是个性 或是说这个人跟这个人合不合 这样子 或者是有些我观察到 嗯 一样的诊断有时候会喜欢在一起 像厌食症的呃 女生呢 她们就可能觉得同病相连 然后她们就会走得比较近 嗯 对啊 对 可以共彼此 体谅彼此 对就像以前大家小时候都会手牵手 女生手牵手去上厕所那种感觉 这个小团体啦 圣诞歌演奏的活动 主要就是看 那个团体动力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 圣诞节意象与冥想的活动 其实这边的个案很喜欢 做这样引导意象的活动 然后我打的是那个波 然后可以让个案自我觉察 这样子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我念的那个text就更有圣诞节的氛围啦 比如说呢 我念的那个text可能就会讲到呢 现在 当然就是一开始就从呼吸开始 深度的呼吸 然后呢 想想 想象呢 有一只迷路 然后要带你去糖果屋 然后你坐上了雪橇 然后 雪橇做起来的感觉 你的身体 做的body scan 头是怎么样的感觉 然后肩膀怎么样的感觉 然后坐在雪橇上面 然后感觉非常的温暖 然后这个雪橇的迷路呢 把你带到糖果屋里面 然后呢 也会做一些意象 就是现在来到糖果屋了 那饼干有什么形状 那你还可以听听看 圣诞节还有什么样的声音 铃铛的声音啊 或者是其他更多冬天的声音 雪橇的声音 然后这个糖果屋里面的饼干 是什么味道的呢 这边他们很流行的 比如说姜饼的口味啊 肉桂的口味啊 那这个饼干呢 它长得又是什么样的形状 是传统的姜饼人 圣诞树 还是你自己会捏造一个 另外不一样的形状 最后就是像这样子的意象 冥想了一圈 然后之后呢 回到现实 然后再根据他头脑里面呢 所看到的东西来做讨论 真的很多可以做耶 圣诞节真的是各种 吃的闻的玩的看的 还有什么感觉的 各种 感觉还有身体的感觉 各种故事 还有关系 很多人都蛮喜欢 这样的一个活动啦 因为比如说有个个人 他会讲到 他在糖果屋里面 看到这个饼干 是一个怪兽的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呢 跟谁谁谁 也一起在家 做了一个怪兽样子的饼干 藉由这样的音乐音响 那个印象的活动 那可以观察到这个个案 他们比如说生活上的经验啊 然后让他们做body scan 身体觉察 然后进而呢 更了解自己本身的想法 好 下一个你这阵子会做的是什么 下一个跟圣诞节有关的一个活动 其实这个是我跟一个个案学的 这不是我教他做 是他跟我讲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 他怎么做 刚刚一开始 不是有讲到这边有很多个 圣诞倒数阅历吗 就是 一到二十四 然后每一天 像搓搓乐一样搓一格这样子 这个个案蛮有趣的哦 是 他的妈妈呢 给他一本钢琴谱 然后 那本琴谱里面有很多首歌 然后这首 这个琴谱的名字就叫 Keep Calm and Play On 很英国耶 很英国对不对 对这个琴谱是英国来的 英国就是叫Keep Calm 然后干嘛干嘛 Do something 对啊 嗯 对 那是之前邱吉尔的那个 这个琴谱叫做Keep Calm and Play On 他好可爱哦 他就把这本琴谱上面 每首歌标了一个数字 然后也从一标到二十四 他已经连续两年这样做了 那个琴谱有第一侧第二侧 然后他这个歌爱现在他弹的是第二侧 然后呢他每天呢就弹一首歌 然后呃是用来抒发情绪 就是面对压力 他的那个Coping Strategy 就是弹钢琴 放松与舒压 所以你说他是一天会弹一首 然后来倒数 对 好可爱哦 超可爱的 那个妈妈他就把那个谱上面 不同首歌标上不一样的那个号码 然后这个女儿就一天弹一首 就是一到二十四 嗯 我觉得也蛮有节庆气息的 因为这个个案就会在我们医院的下面 下面有个祷告室 祷告室旁边呢 就有一台平台的大钢琴 个案他每天大概四五点吧 就是他的疗程都结束之后 就像放学这样子 他就会摸一下那个祷告室旁边的大钢琴 然后整个医院的中庭 就会听到他的钢琴声 就觉得蛮有感觉的 诶我是不知道 那个台湾的医院里面会有钢琴吗 或是平台钢琴 在中庭里面 有啊 祷告室旁边都有吗 陈大也有 就在大厅 那大家会去弹吗 我有志工来弹 不是大家随意弹 是志工会来弹 那就比较像演奏会的样子 也没有到演奏会啊 它就是一个背景 大家还会各忙各搭 然后 对 可是有人在等的时候 就可以坐在那边听一下 这样 那个 对不对 以前那个 你有去过 Dana Farber吗 有啊 癌症总心 大部分的都这样啊 基本 基本款的 会有病人去弹吗 因为你那个地方 是要有保持一定的品质的音乐 才会悦耳啊 我觉得医院基本上会找一个 可以比较经验的钢琴演奏来弹这样子 就是维持品质这样子 还有稳定 对 不然你要激起人家不安的心情 也是有可能 就很有可能啊 那我觉得我们这家医院 就是还蛮有人性的 因为长时间都是 病人个案去弹琴 可是像在养老院 就会让 在养老院的 住民 住民 对 让他们自己弹 对啦 如果通常是这种 比较community一点的 就会让他们自己弹 可是在那太公共的地方 通常就是会 有表演经验的人来弹这样子 好啦 反正这就是个idea 圣诞节 乐谱的倒数乐力 很有趣的活动 对啊 下一个活动呢 这也其实是一个 歌啊 一个小女孩 她要求的 那天我就问她说 我们快要到圣诞节了 不知道 你有没有想要做什么 就是你的愿望是什么 这样子 然后这个小女孩就说 我想要跳舞 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没有特别弹圣诞节 我是弹那个 Frozen 冰雪起源里面的 Let it go 嗯 我就弹Let it go Let it go 然后 这首歌一弹呢 那个小女孩 她就 她就自己跳起来了 她就还蛮可爱的 然后她也配合 像那个Elsa一样 在那边转来转去 然后跳来跳去 做那些 做那些动作这样子 然后 我觉得刚好这种雪中啊 冬天啊 这样的这个topic 很适合这个时候讨论 然后我也会就是 像这样的活动啦 就是 像小 让小孩许愿这样子 在最后的五分钟 问问看他们 这个session里面 还有什么想做的呢 然后 做一个小活动 完成他们session来的愿望 对 很适合小朋友 对 很适合小朋友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的活动这边 从失智的老人 然后到这个 身体意向觉察 比较像成人 或是小朋友都有 好的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 你要分享的是 最后一个 我要分享的 比较像是 跟其他的治疗 是一起的活动 就像连贯性的活动 然后还有 歌词写作 这样子的活动 其实 就是 这个歌词写作的活动呢 是我跟一个 art therapist 就是艺术治疗师 一起讨论的 那我们就在讨论说 最近 圣诞节 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他很酷耶 那个艺术治疗师 他直接去外面 搬了一棵树进来 就是 搬了一棵小小的树 进到他的治疗室里面 因为我们 治疗师的 我们那棵的外面 就是有花园 有苹果树啊 什么的 然后他就直接 去搬了一个枯的树 蛮大的一个树枝 然后进来 放到他的治疗室里面 然后他就说 他现在要做的是 许愿树 愿望树 新年新希望树 这样子 所以这些病人呢 到 艺术治疗的session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写 他们的新年新希望 然后挂在这棵树上面 这是艺术治疗师做的事情 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讨论 那音乐治疗 因为我的办公室在他旁边嘛 那音乐治疗可以怎么做 他就说 好那你就做感恩练习的歌词创作 所以我就用这首歌 这首歌也是蛮 这是对我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啦 Ale Yare Vide 就是又是新的一年了 那我们这一个新的一年里面呢 要感恩谁呀 要怎么练习感恩呢 要写下 怎么样可以写下一件 你可以感恩的事情 就用这首歌的旋律来做 感恩练习的歌词写作 配合的是那个 艺术治疗 明年的吸音希望 希望术这样子 那你让他们写的歌词 大概是多长啊 就是你让他们是填在 很短 你可以稍微少少的吃饭吗 比如说你唱了 你唱前面 然后你会 就是留白哪里给他们填 其实我都非常的freestyle 但是这首歌很像那个 一闪一闪亮晶晶那样 超级超级短的一首童谣 对啊 所以他们其实 他们也没办法写太长 或是你可以写长一点 你也可以写不同段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我好奇是你会已经把前面的 就比如说 我今年想感谢 然后就是把前面这个都固定下来 然后后面才让他们填空吗 我在 我有想过这问题 Yah Vida 他的title就是说 一年又过了 新的一年要来 所以当这边的人 听到这首歌 他们就会知道 在做这个 一年的回顾这个活动 可是你在做这个活动的话 会觉得重复性太高吗 就比如说 因为大家都要唱同一句 比如说这首歌就叫 Dore Mi Fa So 然后每个人唱 Dore Mi Fa So Dore Mi Fa So Dore Mi Fa So 就是旋律听起来都很一样 只是词不一样 不会吗 你会有这样感觉吗 还是其实 我不知道 我们都 我们都没有唱歌 我们也不准唱歌耶 就只有分享 那你要怎么填歌 那是什么意思 填歌词 所以填歌词而已 不唱 就大家写自己的歌词 然后他可以替换原本的歌词 也可以留原本的歌词 就是很free 哦 可是没有音乐 因为不能唱歌 我们不能唱歌 但是大家就学 然后写个一两句 是会挂到那个树上吗 我在这间 跟我的音乐治疗师 这样子互相分享 然后隔壁艺术治疗师 他们就做他们的愿望书 哦 可是就是 同一个系列的意思 对 同一个系列 听起来不赖 其实这个活动 主要比较像针对青少年啦 他们就蛮喜欢 非常的creative 我就也没有在说 要填词什么 没有什么拘束 然后就看他们 要写什么就写什么 因为他们本身就不太跟人互动的嘛 我就是没有要局限 他们任何的创意 或是想法 让他们能多写 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嗯 好啊 谢谢Zoe你的分享 我觉得这几个都是非常棒的 看大家可以那个 农历新年的时候也用一下 就是换一个歌啊 对啊 其实蛮可以用的 可是就是一样 跟大家讨论 一开始讨论到这种 节日对每个人的意义 其实真的是很不一样 那我相信 台湾在过新年的时候 对于比如说在台湾的外国人 可能就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不一样的意义这样的 体验 嗯 对 对啊 也可能会让他们特别的思想 对啊 也许 对 对 对 嗯 好啦 那么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边咯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啦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好 大家拜拜 拜拜